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色斑。 人街藏夢,夢裡不分細凍,片黑春風得意。 未知景物朦朦朦,不是不懂的嗎?這首歌。 怎樣啦,樂哥?大家好。大家好。一塌糊塗回來,Logo。 你先啦。我是Yuki。我是Eddie,大家好。 好,今天主角許冠傑。許冠傑? 不愧願意唱兩首,兩句。我以為突然發生什麼事。 不,如果大家有記得,16號好像剛剛這個月,他開了一個網上演唱會,幫通李琴行的員工籌款。 是嗎?我看的?他自己也有掏錢出來。我只知道這件事。 既然一個被譽為歌神的人,我們今集2020年第一個主角先說他。 因為最近有新聞,是他的。 其實。 的確是歌神來的。 是嗎?是嗎? 那,Eddie就不用問了,肯定是那個Generation的。 我誇世代的。 你肯定是那個Generation的。 由今次塔年代到現在,我都知道的。 我都碰到一點點的,其實我都碰到一點點的,不是完全不懂。 你想問啊? 但這個Lamway應該不懂的。 這個Lamway應該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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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因為我90後的。 我知道你90後的。 我以為你千禧後的。 我是千禧後的。 我是千禧後的。 我是的。 不是,其實我認識的。 就是許管傑。 少少認識的。 但是,你說他的生涯、事業,那方面我真的不太認識了。 就不太認識了。 真的要你們去。 好,不要緊。 這一部分我先介紹他的生平,好嗎? 好。 原來他都幾大年紀了。 他四百年出生的。 七十一的了。 差不多了。 小我爸爸一點點而已。 差不多了。 我爸爸七十六。 我都不小,但我小時候他,我沒有能力買那時候唱片讀音帶,他已經紅得很厲害。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多紅。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多紅。 我不是說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總之很簡單,他就在廣州出生的。 是。 兩歲就來香港。 是。 他就住蘇村,然後一邊成長。 成績完,讀書挺厲害的。 都是讀些名校的。 他很厲害,他讀書很厲害的。 我知道這個。 他好像中學是讀英語的。 他讀書很厲害的。 是呀。 是呀。 接著他就入了香港U。 沒錯。 就讀這個心理學的。 心理學的。 是呀。 那時候入了香港U是很厲害的。 那時候入了香港U是很厲害的。 是呀。 那年代只有兩間大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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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了港大是絕對精英裡面的精英。 是呀。 是呀。 很厲害的。 他有四兄弟應該知道。 這個厲害。 我多欣賞他。 不知道是爸爸的名字。 是爸爸的名字。 是爸爸的名字。 我小時候就是很。 你知不知他的兄弟? 是的。 你知不知他的兄弟? 我覺得他不知道。 他叫許冠傑。 你沒有理由不認識嗎? 他叫許冠傑。 是。 排第幾? 我猜他是大哥。 為甚麼呢? 因為他這麼聰明、長子。 這麼糟糕。 那你沒有知道其他都是許冠嗎? 許冠傑。 很簡單。 許冠傑。 是,許冠傑。 那四兄弟, 一個叫阿文。 一個叫阿傑。 你猜另外兩個叫甚麼呢? 是呀。 這個真的不知道。 搞錯。 要你們來介紹。 首先,我猜幫他改名字。 不知道是否是爸爸, 或是其他長妹。 最厲害是甚麼呢? 其實改到這個名字也不奇怪。 是呀。 你怎知道四個都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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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而且,為甚麼四個都是兒子。 是呀。 我當全部都是兒子的。 因為那四個字呢, 用在女孩子上呢, 是很問的。 很問的。 是呀。 最多是許冠。 可以硬硬的。 她也有個妹的。 是呀。 大家就有個妹,她有個妹。 為甚麼可以這麼肯定她有四個子, 可以改到這四個名字呢? 而且這四個名字真是有型的。 真是有型的。 你講,你講。 交給你講。 文、母、英、傑。 沒錯。 許冠文、許冠母、 許冠英、許冠傑。 文、母、英、傑。 即是全材。 四個有三個都入了這行的。 是呀。 是呀。 除了許冠母, 就不是我入這行單。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這些電視節目, 看TVB, 都有現身過的。 但她不是做這行的。 是呀。 所以我那時候就知道, 原來那些兄弟, 文、母、英、傑。 但是他們說真的, 很厲害。 他們有三個, 這個都是在演藝圈, 但其實三個都很好。 其實那個事業都算是幾好。 雖然你覺得許冠英好像稍遜一些, 但是這樣大家走不同線路而已。 其實我覺得她很搞笑的。 那個成就上, 相對是會比許冠文和許冠傑, 當然是會小了一些。 但是她都闖了另一條路線。 其實我覺得她唱歌比許冠傑好聽。 不是嗎? 是。 真的嗎? 是。 其實許冠傑唱歌不厲害。 但許冠英是。 許冠英也是。 其實一代少將是許冠文。 是,沒錯。 我告訴你許冠文真是攻擊, 很厲害。 是,是。 連歌開棟篤笑而已。 是,是。 許冠文到現在的東西都很厲害。 很厲害。 是很厲害的。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我跳一跳, 先說許冠文, 她作詞是很漂亮的。 是嗎? 她們當時拿背的人, 即是黃占、許冠文那些, 真是詩詞歌符來的。 是。 全部是一片詩來的。 是。 公正對道的, 那是很厲害的。 說回許冠傑先, 現在說許冠傑。 她就住梭村, 讀英華, 然後去了HKU, 回去了心理學。 是。 我又很羨慕她, 她娶了一個。 娶貴妹, 因為她喜歡的。 她太太是美國人, 來的。 七一年結婚, 我沒有記錯, 看資料。 還沒有, 好像混合的。 混合的嗎? 不是純長的嗎? 混合的。 她有兩個兒子, 她的兒子也有入行的。 是的, 入過一下。 她的小兒子, 兩個兒子都好像入過一下。 入過一下。 是的。 她的小兒子是肥仔來的。 不過始終那些富二代, 不需要那麼… 她的小兒子叫許懷菊, 大兒子叫許懷恩。 原來她的兒子, 兩個兒子都不小了。 她不小了。 兩個兒子都四十三、四歲了。 原來這麼大了。 兩個兒子, 我沒有什麼興趣你了。 你覺得你對許懷傑, 四十幾歲了。 有什麼令你有印象沒有印象? 她的歌, 說真的, 就算她那麼小, 我相信她都會聽過的。 是的。 她的電影, 我相信你都會看過的。 有什麼? 其實有沒有那首都很出名。 剛才我唱的那首, 你認不認識嗎? 有聽過的。 有聽過的嗎? 天才白痴夢, 天才與白痴。 還有, 財神道也是很出名的。 財神道沒有理由, 是不可能不認識, 就算你什麼時候都會… 我覺得是樂一定認識其中一首。 六嬸三太公。 這個我也認識過。 你也認識吧? 下一節我唱首歌唱給你聽。 咦? 是。 有一首歌很適合。 我先出去避一下。 不需要, 很適合她聽的。 很適合她聽的。 不用避呢? 他唱給你聽的, 我避呀。 不是呀, 你不懂唱而已, 你懂唱你都可以唱歌, 我歡迎你唱歌, 是吧?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她, 即是,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或者是, 為什麼許冠傑會是歌手? 是的。 為什麼地位這麼重要呢? 其實她真是香港樂壇, 真是神, 最頂級的那個, 頂級那個來的。 因為呢,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 好像我爸爸, 很簡單的, 看回我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家裏那些碟子, 全部都是那些, Petas, B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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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都有, 我一來是英文國。 是的, 他們全部聽這些。 全部是英文國。 要是聽國語的, 台灣。 聽台灣那些。 台灣歌。 沒有人聽國語的, 沒有人聽國語的。 香港樂壇在六十年代, 其實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其實是歐西蘭民國的, 全部都是聽英文的。 是的。 所以那時候很有趣, 那時候讀書的人的英文很好, 因為是聽英文國, 學英文。 接著呢, 近七十年代, 台灣我的歌, 就來香港了。 開始來香港了。 香港是沒有廣東歌的。 是的。 第一首就是先導拉的, 無線的劇, 是歐西蘭媛。 我那是一個小調, 但是許冠傑呢, 就開始把一些外國改編, 令自己有助過。 而最重要就是填了一些詞下去, 好棒。 我的詞是完全是吻合我的年代, 即是那些苦力啊, 那些人辛苦啊, 或者那些老千啊, 打工仔啊。 我又聽過你的手啊, 我們這班打工仔。 那它是開拓了香港廣東歌, 那個市場的, 完全是。 沒錯。 由它來開拓的, 而那些人一聽下去, 很有共鳴, 因為聽英文, 我不知道他唱什麼, 是不是? 國語, 那有些人都不一定懂國語的嘛, 台灣那些。 但是廣東話, 懂聽啦。 二, 內容, 哇,完全好寫實, 貼地的。 貼地。 還有, 它貼地之餘有鬼馬路線。 是的。 過年的時候, 那些人特別會聽他的歌的, 很開心的。 另外, 情歌, 哇,又想到爆啊。 我一會看看樂怎麼搞法, 怎麼演繹法。 那麼, 香港樂壇, 廣東樂壇, 其實, 許冠傑差不多是, 是詩組來的。 是的,絕對。 由他們開篇剔地, 創這個平台出來的。 絕對。 所以真的是一個歌神。 沒錯。 那你們還有什麼感覺啊, 你們對他。 我其實都, 感覺其實不是很大的, 我記得小時候, 爸爸帶我去看那些什麼, 最佳拍檔啊, 1,2,3,4。 如果你電影就更加了, 因為, 許冠傑真的是, 當時整個娛樂界, 我不要圈了, 娛樂界, 香港的娛樂事業, 演藝事業, 他領著了。 是。 那, 歌曲, 已經剛才講了很多, 電影, 連年賀歲片都一定有他。 是啊。 甚至那時候的票房, 是很誇張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老爸過年, 很誇張的, 是啊。 只是看那些, 他和麥加那套, 最佳拍檔, 已經有很多集的了。 黃頭露嘛。 很多集的, 因為他那時候, 專門是過年出的。 某程度是模仿尖士波, 不過是搞笑版。 搞笑版。 但是製作是不差的。 是。 不差的。 當時的特技是很厲害的。 因為, 我記得, 其中有一個鏡頭, 就是在尖東。 好像, 喂, 那是小客, 台灣的特技, 是啊。 小客。 他們要求, 在尖東的寫字樓, 三樓, 有電單車, 飛過玻璃, 直跌到下面的廣場, 最遲到那個廣場。 三樓直飛下去, 落地, 一個索, 沒有安全的東西。 他們請了那些特技的人, 計算過, 沒有人拍, 是沒有人敢拍, 一定死的。 但是小客做到。 你想一下, 當時一套電影, 可以連荷里活都沒有人做到的, 香港做到。 是啊。 那時候我們香港的電影, 是很厲害的。 是啊, 票房那些都相當厲害的。 其實那時候差不多過年, 必定是看許換傑的電影。 是。 很開心的。 而且是大製作的。 所以, 無論是歌曲, 電影, 是帶著整個香港人的, 當時的生活, 我可以覺得。 沒錯。 即是, 你們有空, 是啊。 不過, 真是不禁, 原來他已經七十多了。 那都。 真是斬下眼。 他輝煌年代, 七十八十年代。 現在我們距離七八十年代, 四十年代。 四五十年代。 那他那時候二三十歲, 那那條數都差不多。 繼續去到適合的。 很適合的。 對,適合的。 總之他是我老爸的那個年代。 但是厲害。 厲害。 厲害。 這些是, 怎樣說呢? 這些是聲音, 我經常覺得。 是。 我經常都說, 娛樂圈, 藝人, 唱歌那些, 不難。 但是真正的明星, 很難。 不過呢, 我真是覺得, 那些明星在七八, 九十都開始沒有了。 是。 九十開始, 九十已經是美水了。 已經是美水了。 是。 我真是升了, 是。 許觀記者是升了, 絕對是。 絕對是。 他真是歌神就真。 因為那時候, 他真是帶領著潮流。 是啊, 是啊。 還有那時候, 香港也是剛剛發展。 起飛。 起飛了。 變了你, 那時候有沒有互聯網的, 是嗎? 沒有的。 是。 我們有沒有Google東西的。 很多明星啊, 或者是娛樂事業的人呢, 都會是, 即是他們首先接觸到歐美那些東西, 是。 將那些呢, 帶過來改少少, 然後放回香港, 那就是一個潮流。 其實許觀記自己都有作曲團詞的。 他有。 他有。 但是其實他最重要的那個拍檔, 就是阿黎比德。 沒錯。 很鬼馬, 那些歌詞真是很鬼馬。 就是六十三, 我記得真的。 其實黎比德你不會不知道是誰的, 其實他在TVB還有經常拍戲的, 不過你不知道原來他是一個更厲害的填詞人。 黎比德現在還在那裡? 是啊, 每晚都看到, 不要鋪片套啦。 是啊, 很多鋪片套啦。 我都很喜歡看他的, 其實他很教訓。 和雙腳蟹那些一起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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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是一個人鬼馬, 才能夠作出這些歌詞。 很厲害, 我很欣賞他, 雖然他是。 上一輩那些真的很厲害, 我不是說現在的不厲害, 上一輩那些真是, 你要去鬼馬也有, 色色也有, 詩詞歌褲也有, 是啊, 幾百把刀是一身的, 他們很厲害那時候。 絕對是。 好啦, 那你有沒有一些歌, 可以大家介紹一下, 他那麼多作品? 我啊? 你還懂什麼歌? 你還懂什麼歌? 大家拿出來討論一下, 或者你有哪些理想, 覺得好不好聽啊? 有一首都幾出名的, 倉海一聲笑, 倉海一聲笑是他唱的嗎? 不是嗎? 他跟黃尖合作, 最開頭是不是他唱的? 後來黃尖翻唱的, 是吧? 黃… 因為我都不敢問, 我也想問的, 是啊, 我都不敢問, 一定問我的, 即是夠老就可以的, 哈哈哈哈, 好像有的, 肯定是黃尖, 後來翻唱的嘛, 黃尖有, 這裏是電影主題曲來的, 電影裏面就好像是黃尖, 應該我沒有記錯, 是, 電影裏面是黃尖, 是, 不要緊要啦, 都是好東西來的, 總之我現在看一下什麼歌, 浪糍心聲啦, 這些那時候, 天才八 Pinterest сч往日程了, 暟呂那時候。 沉密是金現在是新的啦, 應該 沉密是金, 和張國榮攜是阿, 是啊, 算新的啦, 那種呢, 一陣子打著一陣子。 很多經典啦, יש了ヽ ノ, 反正邋不回 murderer, 對呀, 一直打著觀察啊。 日本娃娃也都引擎, 那時候我也挺喜歡她的那首歌, 是 因為那時候剛剛流行日本風有。 其實就是他們可以大腦的, 我最記ilda就是那時候、 香港開始開日本 因為以前是沒有日本的日豐 當時剛開始 八十年代初開始 開始的東急 Unit 伊蘇丹 是不是叫做伊蘇丹 吉子島 吉子島後一點 八百半 那些 床版屋 剛開始的樣子有點像忠心不明賽 不是講假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聽過 有日文的裏面 有些什麼 雖然類似 我不認識 類似 你懂唱 你唱吧 大陸 我轉了去歌詞 因為我去一句是跟日本妹打招呼介紹的 我轉了 她那個我轉歌詞 我是名著香港的Eddie 她說自己是馬詞 那時馬詞在香港開始很紅 近藤真言 那我和我拍照 我是拍舞台 明天帶給大家看 那次很開心 我是坐記者籍 我只是很小 十幾二十歲 我是拍舞台 那次是無事 新秀 新秀歌唱 梅艷芳和近藤真義就是做表演嘉賓 是的 她是同台 我有些照片 但是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 那我繼續講其他歌 心裡日記 我這首沒有 我這首也很生氣 這首很生氣 我沒什麼印象的 我沒什麼印象的 我不想哼 我怕我哼 你哼 你哼 我沒什麼印象 我這首心裡日記是什麼 是怎樣的 是程哥來的 是程哥來的 糟了 我沒什麼印象的 不哼 算了 我不知道這首是什麼 我開始唱到哭 經常失戀了 最重要的好玩 原來她八五年很多歌 我剛才說的都是八五年的歌 很多 接著就是半斤百兩 我父母恩我去了 什麼父母恩 聖萬金那首 是嗎 是呀 那就是夜半輕詩語 OK 又是暈爆的 又是暈爆的 糟了 這首不太熟 那就是那一陣子有沒有 接著還有這首 這首實跡了吧 學生歌 我只想說 有沒有叫你讀書 是呀 人夜姑主拍照 我也是 這個啦 不用說 扮世 其實可能她是七十後的 就算九十後都會聽過一下 這些那麼經典 待會我就唱一首歌給你聽 告訴你 OK 那不如一陣子才唱 還是怎樣 當然待會唱 我們還有差不多時間 還有沒有那首歌 想大家講 沒有就下一節 是呀 但其實還有很多 鐵塔靈魂我都未講 不如這樣 鐵塔靈魂經典到 不能講 經典會很經典 這首是真的 是呀 應該是鐵塔靈魂帶起先的 是嗎 我記得那一陣子 是個MV 雖然那一陣子的剪片 是很肉酸的 就是剪接很肉酸的 拍著巴黎鐵塔 拍著東京鐵塔 不知怎麽搖下搖下 好嗎 但是她的歌詞是 講全世界所有地方 東京幾好 北角幾好 哪裏幾好 我不管那麼多 下節快點唱歌 我們最好 下節快點唱歌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護系列 黃靜 江津 一直在推薦 希望 好 能夠 等一下 好好 架 大家 他